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场表白的戏杨子拍了三遍才过,但还是被她笑着擦泪的画面虐到了。 我的莫格丽男孩,虽然女主灵溪和男主莫格丽才是最后的官配CP,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灵溪却一直暗恋着任言凯饰演的正理, 而且总是制造各种机会要跟她见面而且还表白了呢, 不过正理对灵溪这位大小姐似乎并不感兴趣, 所以在表白的最后灵溪及时刹车,忍痛含泪表示自己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就是这场女主向男二表白的戏,拍摄的时候杨子可是拍了三遍才过呢, 第一遍的时候说完那句我很认真并且很坚定, 我喜欢你真的喜欢你后,杨子起身向前就要做出亲吻任言凯脸颊的动作, 然而刚站起身就突然中断有点尴尬的笑场了。 对于这一次的失误杨子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那是因为他害怕任言凯会给自己掐断了, 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可能会笑场, 于是果不其然小猴子还是忍不住笑场了。 第二次拍摄的时候杨子说完台词后, 获得一下站起来朝任言凯凑近, 不过很快导演就喊咖表示再来一遍, 这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两位演员没有准备妥当还是其他原因喊停的。 第三次拍摄的时候杨子可谓是一气呵成, 而任言凯的搭档配合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到位, 一脸热情和期待地说完我真的喜欢你以后, 杨子便起身凑向任言凯的脸颊, 但任言凯却一个机灵脑袋往后一缩, 接着瞪大眼睛做出一副惊恐, 不可思议而又排斥拒绝的神情, 当然这也是剧中角色所要呈现出来的。 正理的反应让灵溪明白了, 自己的喜欢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 停顿一秒后便笑着做了回去, 一边笑一边说这种玩笑你也会信。 接着就时而无脸时而拿手指擦眼泪, 过程中灵溪一边大笑着一边喊话是看玩笑逗正理的, 虽然灵溪嘴上说自己是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这是在演示和伪装, 他是因为看出了正理, 不喜欢自己也不会接受自己的表白, 所以才假装无所谓的强颜欢笑。 虽然前两次的拍摄都出了点小问题, 但第三遍拍摄的时候杨子可以说一秒入戏, 不管是表情语气还是动作台词都表现得非常准确到位, 真是瞬间就被他笑着擦泪的这个画面给虐到了啊, 虽然心疼但还是想对女主说没关系, 因为男主莫格里正等待着跟他搭档组CP的呀。 杨子私服穿搭狠阳气, 墨绿色外套配白T恤, 散发出满满的青春气息。 杨子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仙女, 她在小时候就是家喻户晓的童星, 如今已经成了亭亭玉丽的少女, 呈现出的穿搭都展现出浓浓的青熟风。 这次她身穿一席墨绿色的长款外套搭配 简约白色T恤与牛仔短裤亮相, 整个人散发出浓郁的休闲风, 尽显都市丽人的时髦与阳气,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年轻女孩应该如何挑选穿搭吧。 1.深墨绿色的亮点 绿色是一个很张扬的颜色, 有很多人都觉得它比较难驾驭,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选择比较深调的墨绿色, 反而能够带来很自然的高级感与显瘦的视觉效果, 还可以把你的肤色映衬得更加白皙清透, 就算你是黄黑皮女性, 也完全不用担心, 它只会让你看起来更加低调奢华。 2.长款外套与下衣失踪穿法 在版型选择方面, 杨子挑选了一件版型很长的宽松外套, 它能够起到遮肉显瘦的作用, 所以为微胖美眉们可以放心选择。 下衣失踪的穿法可以绣出穿搭者纤细笔直的双腿, 这个设计就非常适合各自挨女性, 不仅可以完美剪裁上下身比例, 还能拉长身高, 不会让你穿出太拖沓的效果。 3.T恤和短裤的内搭 在内搭方面, 杨子挑选了人手一件的白色T恤与牛仔短裤, 这没有什么新意, 但是它的气质绝佳, 所以穿出了很完美的效果, 大家可以参考它的穿搭方式学习。 只是很简约的内搭, 融合一件设计感超强的外套, 就能营造出满满的层次感,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整体看起来也不会太过花哨。 4.牛仔短裤的各种搭配 牛仔短裤还有各种各样的搭配, 如果你觉得白色T恤太过单调的话, 就选择竖条纹衬衫来彰显一种高级感, 或者是时尚精致的抹身材与吊带, 这两者都比较适合身材热辣的女性,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挑选, 最适合自己的颜色。 杨子是轻熟丰美眉学习的典范, 她的穿搭一般来说都比较简约肃静, 但是却能彰显出最高级的气质, 这一点也是大家都需要学习的。 轻熟美眉应如何选择穿搭? 5.白色梦幻公主裙 白色事实上借最圣洁的颜色, 也是最能给人倾心利落的视觉效果的色彩, 将她与梦幻的公主裙结合在一起 是在好不过的选择了, 出席活动的时候选择一件白色的礼服, 可以让你展现出可爱俏皮的气质, 带来非常简灵的感觉, 杨子的气质本身就很绝尘, 这么一衬托, 整个人看起来就更加高贵了。 如果你的身材很好的话, 也可以学习它, 适当地融合一些陆夫设计来 彰显自己的好身材, 身上点缀时尚与刺绣印花 能提升整体设计感, 高级又华丽。 针织衫的选择 在寒冷的秋春季节, 一定要选择一件针织衫, 它有很好的保暖作用, 大家可以在选择简约T恤内搭的时候, 挑选一件厚实的针织开衫加以叠穿, 不仅能给人带来很温柔的视觉效果, 还能让你感受到极好的体验。 因为它的面料舒适, 包容性很强, 就算你的身上肉肉有很多也不用担心, 如果你想让自己看着出彩一些, 就融合那些比较张扬的色彩, 像橘色就能把你的精气神 硬衬的更加饱满, 适当点缀其他色彩的辅助也能增添整体的层次。 青纱雪纺连衣裙 青纱雪纺连衣裙是年轻女性最喜欢的单品之一, 因为这个面料本身就带着灵动飘逸的感觉, 随着人体的走动, 能带来极好的垂坠效果。 鱼浅色系或者糖果色结合在一起, 能够让你整个人呈现出可爱俏皮的少女感, 杨子比较年轻, 所以能和她碰撞出很完美的效果, 不仅如此, 还能带来淑女风雨仙气, 彰显出来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不要再说杨子不会穿搭啦, 她现在已然成为了一个时髦精, 也是大家学习的典范, 如果你想穿出女明星的气质, 就多看看她的穿搭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